神話時代的時候 其實金星維納斯 他就是愛的女神美的女神 其實原則上他就掌管了很多陰性的能量 而火星呢 其實他就是我們的戰神阿瑞斯 阿瑞斯他代表是我們男性的雄風 還有就是戰爭 性欲這部分 那在神話時代呢 其實火星阿瑞斯並不是金星維納斯的先生 而是他的小王 然後金星維納斯的老公其實並有其容 只是說金星跟火星他就是一個意 我們的享樂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我最衝動的是什麼 這件事情來展現能量的兩顆星星 因此如果在看男女河盤的時候 我們出現的那種可能在情感啊 或者是在 性欲上面有不和諧的兩個人 原則上他們在金星跟火星的相位上面 可能有某種程度上面的不和諧 或行客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來擺放 我可以拍一張 我可以拍一張 沒有 我們可以拍一張 拍一張